一开始听到柳如烟移情别恋的风言风语时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我相信这个从小被我捧在 掌心里的女孩与我是心意相通的 我们就等着高考结束后 捅破那层纸了 直到我看见她和那个男生接吻 这份自信就彻底破碎 我当娇花一样养大的女孩 为了让心上人安心 不惜与我决裂 可当我彻底放弃她后 她却哭着来求我原谅 看见我又拿起牛奶准备出教室时 我的好友监童桌突然伸手将我拦下 你又去给柳如烟送热牛奶 对啊 怎么了 我不解徐达为何明知顾问 柳如烟从小为就不好 但她又讨厌喝牛奶 她爸妈怎么骗她 哄她都没用 也只有我的话她还能听进去几分 最后我只能担负起这个重任 于是从读书起 每天中午我都会将牛奶热好 哄她喝下 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徐达从初中起和我就是死党了 她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徐达撇了撇嘴 你对她这么上心 也不知道她记不记你的情 什么记不记情 你说话怎么古里古怪的 我皱眉 徐达看着我欲言又止 有话就直说 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 嗨呀 徐达难受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我可是把你当亲兄弟才说的 你听了之后可不准翻脸 到底什么事 你倒是快说啊 我终于不耐烦了 徐达闭上眼 一脸豁出去 语速飞快地念叨 我听说柳如烟 好像喜欢上他们班新来的转学生 听见这话 我就立刻发出一声赤笑 自信地回到 你从哪儿听到的谣言 这根本不可能 你就这么相信柳如烟啊 见我连一丝迟疑都没有 徐达一脸不可思议 那当然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最清楚 如烟是什么样的人 这可不一定 人都是会变的 我懒得和徐达继续争论 用眼神示意他让开 大概是见我说不通 徐达也只能大叹一口气 认命了 起身给我让了路 不过明博 既然有风言风语传出 那说明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让大家误会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上点心 去问问清楚 虽然我对柳如烟有信心 但徐达也是一番好意 我也不想让他含心 就点头应下 行 我知道了 我先到老师办公室 借用微波炉 将牛奶热好后 又转身走去二班 入学考试时 柳如烟差了几分 导致我们俩分在了不同的班级 不过听说高三开学的时候 会重新进行一次分班考试 为了让柳如烟进一班 最近这段时间 我天天都在给他补课 所以徐达说 柳如烟喜欢上别人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毕竟我们俩除了上课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的 我来到二班门口 却没有看见柳如烟的身影 不禁有些奇怪 往日这个时候 他早就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了 蒋明博 你又来给柳如烟送牛奶呀 因为我每天会来 所以二班中有不少人认识我 对 他人呢 好像有事出去了吧 你要不要坐他的位子等等 那不必了 麻烦你帮我把牛奶转交给他吧 行 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和我说话的人 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 似乎带着一丝怜悯 一边再偷偷打量我 一边再窃窃私语 我心里虽然奇怪 但毕竟和他们不太熟悉 也就没多问 带着疑惑离开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了他们 为什么那么古怪了 回教室的路上 我眼角余光刚好扫到柳如烟河 一个陌生的男生踩着楼梯上来 我的脚步一下子就顿住了 柳如烟没有看见我 正侧头和男生说些什么 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 而男生则单手插兜 一脸酷酷的模样 俏丽的女孩与酷帅的男孩 这靓丽的风景 却直接刺痛了我的眼 我的脑海中 就立刻浮现出徐达所说的 传闻 柳如烟喜欢上了新来的转笑声 不 不对 我不能听风就是雨 随便就怀疑 如烟一情别恋了 说不定只是误会 我决定当面问清楚 就站在原地没动 直接开口换道 如烟 走上楼的柳如烟一转头 就直接和我的目光对上 他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僵了 明 明伯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听到他脱口问出的问话 我心意沉 不过他很快也反应过来 立刻改口道 明伯哥哥是来给我送牛奶的吗 我心里虽然不太高兴 但也没有给柳如烟甩脸 而是汉手道 刚在教室里没看见你人 我就将牛奶转交给你同桌了 我的话音刚落下 就听见站在柳如烟身边的男生 发出一声吃笑 明伯哥哥笑得可真亲热啊 男生阴阳怪气地看着柳如烟说道 柳如烟咬了咬唇 一脸委屈地看向他 我皱眉 不客气道 你是谁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与你何干 那男生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见他冷下脸来 柳如烟慌张地伸出手 想要抓住他的衣袖 如此轻力地举动 看到我没心一跳 黄启兴你听我说 柳如烟虽然想辩解 但男生却没给他机会 说的也是 的确和我没什么关系 男生冷哼一声 迈开长腿就继续走 黄启兴 黄启兴 柳如烟大讲男生的名字 见他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后 就急忙追了上去 在经过我身边时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面色不善地问 如烟 他是谁 哎呀 明伯哥哥 被抓住的柳如烟 有些焦急地跺了跺脚 他一边扭头张望男生的背影 一边随口回道 他是新来的转校生 班主任让我带他 熟悉学校的情况 你别乱想 听了他的解释 我高悬的心刚想放下 眼角的余光 却瞄到了柳如烟的左手 一阵寒意从心底里泛起 我太了解柳如烟了 从小他只要一说谎 他左手的小手指 就会不自觉地蜷缩起来 当瞧见这个小动作时 我突然觉得十分荒谬可笑 我那么相信他 而他竟然为了一个才认识了 几天的男生对我说谎 而他这么做 到底是不想我误会 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心急离开的柳如烟 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神色的变化 他一把甩开我的手 就跑了 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我的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 徐达所说的话 而这一次 我好像无法再那么 自信地说不会了 放学回到家中后 我一直心思不宁 连写作业都无法集中精神 直到我的房门 被柳如烟推开 婷婷玉立的女孩 笑咪咪地走了进来 在看见她的一瞬间 我暗松了口气 只是面上没有显露出分毫 而是开口催促到 快过来写作业 哎呀 明伯哥哥 你学习已经很好了 还天天这么努力不累吗 柳如烟在我床上坐下 将放在我床上的玩偶 抱进怀中 我一愣 之前学习的时候 柳如烟可从来 没这么抱怨过 如烟 我们都已经高三了 此事不努力更待何时 我以为她是觉得学累了 还鼓励她 等熬过高考 上了大学就好了 柳如烟垂目 扯了扯怀里玩偶的毛 嘀咕道 可是这样的青春 也太无趣了 如烟 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了想法 我立刻警觉问 难不成是受到了谁的影响 之前柳如烟 虽然学得很辛苦 但从不会气馁 毕竟我们两人 可是约定好 要一起考上北大的 啊 没有啊 明伯哥哥 你不要胡思乱想 柳如烟立刻摇头否认 可是我却注意到 她的目光闪躲 不敢于我对视 我也不是那种会内耗的人 与其疑神疑鬼 胡乱猜测 还不如直接开口问 那个转校生是什么情况 我听说你们似乎走得很近 都和你说了 是老师让我带她 熟悉一下环境了 最好是这样 你离她远点 她可不是什么好人 在见到黄启星之后 我一回教室 就向徐达打听她的情况 我至今无法忘记 徐达脸上 并没有多说什么 出去转悠了一圈 就把打探到的消息 告诉了我 而听完她转校的内情后 我都无语了 黄启星是因为再上一个 学校带头打群架 才被开除的 不过继续打打探到的消息 带头的应该是另一个人 只是对方家境优越 不好留下污点 所以就求黄启星承担下来 并承诺会给她 另外找一个好学校 我觉得这种事 是个聪明人都不会答应吧 毕竟是会在档案中 留下一笔影响以后发展的 谁知黄启星 还真的为了所谓的兄弟情 为兄弟插刀顶罪了 可谁知 听了我的话后 柳如烟竟然生气了 明伯哥哥 我没想到你竟然 也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人 黄启星才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虽然气柳如烟不相信我 但到底是我喜欢的人 我也不想她被蒙蔽 只能耐下性子继续劝道 到底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你大可以去查 去问 不要盲目信任 不必多说了 我和黄启星相处了这些天 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话落 柳如烟露出厌烦之色 直接将怀中的玩偶丢到床上 但玩偶却因被丢得太大力 反弹落到了地上 而柳如烟看都没看一下 转过身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听见门被用力关上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我站起身走到床边 弯腰捡起要在地上的玩偶 垂目拍了拍她身上的灰 这是15岁生日时 柳如烟送我的礼物 她当时说这个玩偶就代表了她 还强硬地要求 我一定要将玩偶放在床上 时时刻刻都陪着我 可谁能想到 如今她却丝毫不在意了呢 或者说我如今也不被她所在意了 想到这个可能 我的心就一通 但我依旧不相信一个字 相处了几日的男生能取代我 取代我们两人之间 这么多年的感情 那日不欢而散之后 我一直都想找机会 和柳如烟好好谈谈 可她却有意躲避我 瞎之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 导致我连续好几日 都没能找到她 午休的时候 我又一次从二班无功而返 刚坐下 徐达就抬手撞了撞我的手臂 怎么 还没能找到你的小青梅 我沉默地打开书 没有理会她 好了 别生闷气了 李明叫我找人去打球 你要不要一起 我盯着书页 却发现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整个人心烦意乱 急需一个发泄口 和尚书 我对徐达点头 去 徐达大喜 立刻跳了起来 走走走 带我们两人来到操场时 远远就看见我们班的三个男生 正和另外五人对峙 细分有些紧张 走近后 我才发现对方领头的人 竟然是黄启星 怎么了 徐达问李明 我们先占了这个篮球架 结果他们却要我们让开 李明气恼道 你们就三个人 不是站着毛坑不拉什么 对方有人吃笑 都和你们说了 我们在等人 现在我们人已经到齐了 能麻烦你们让开吗 徐达满脸不耐烦 星哥 其他人纷纷看向黄启星 黄启星并没有理会徐达 而是直直盯着我问 要不要比一场 感受到他话语中所暗藏的挑衅 我自然也不会气让 大家散开去热身时 徐达凑到我身边问 怎么回事 显然他很意外 我会这么容易就被挑衅到 那人是黄启星徐达秒懂 放心吧 明博 一定给你争回面子 热身结束后 比赛开始 我和黄启星很快就一对一对上了 虽然我平日里一心只沉迷学习 但打篮球 是我为数不多所擅长的运动项目 打得非常不错 黄启星似乎有些意外 我竟然能与他打得势均力敌 半场结束时 我们队还剩了五分 中场休息结束 双方再次上场后 我死死拦住黄启星不让他突破 倒是我小看了你这个书呆子 听着 这次比赛若是我胜亡 你就不准再去骚扰柳如烟 我一听他的话大为恼怒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需要你来多嘴 怎么和我无关 黄启星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你还不知道吗 柳如烟已经答应当我的女朋友了 我一棱神 就被黄启星代球突破 在要追赶时已来不及 他直接投篮得分 我也没在意掉落在地上的球 而是直接上前一把扯住黄启星的衣领 你竟然敢胡说八道 败坏他的名声 黄启星的目光在我身后扫了一下 随后突然一笑 那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胡说八道 话落 黄启星就伸手想将我推开 其他人看见我们两人竟动手了 赶忙上前来解围 混乱推荡之下 黄启星突然倒地 捂着膝盖大叫起来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不敢再动 蒋明博你干什么 不知何时出现的柳如烟 突然上前将我推开 对上他充满仇恨的目光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柳如烟 你听我说 我张嘴想解释 可柳如烟看也不看我一眼 蹲下身子就搀扶起倒地的黄启星 满脸担忧地问道 黄启星你还好吗 我膝盖疼 刚才可能被踢伤了 你别怕 我带你去医务室看一下 柳如烟艰艰难地将黄启星搀扶起来 朝操场外走去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再看我一眼 倒是被他搀扶着而走的黄启星 突然扭头看我一眼 面上露出一丝挑衅之色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如果他真伤得这么严重 凭击着柳如烟的小身板 根本就没办法颤着他走 而柳如烟关心则乱 丝毫没有发现这点 我们的比赛吸引了不少人来围观 当看见这两男争一女的戏码后 围观众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还留在原地的我就像小丑一样 被所有人指指点点 毕竟是俊男美女的学霸组合 我和柳如烟在学校里 还是挺有名的的 如今却不想美女学霸 仅仅天降转学生了 这可真是一出好戏 明伯你还好吗 徐达走到我身边 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挺好的 我虽然想强扯出一抹笑 但最后去露出一抹 比哭还难看的笑 徐达伸手搭住我的手臂 原本是想拍拍安慰我 却不想手指睛摸到了 什么黏糊糊的东西 他收回手 当看见手指上沾染的 近视血迹后 立刻大叫起来 明伯 你手臂受伤了 哦 原来我也受伤了呀 我弯起手臂 我默默地看着上面 正不断流血的伤口 若换成以前 看见我受伤后 如烟早就急地围着我团团转了吧 可如今 他却将这份偏爱换给了别人 此刻 比身上的伤口 更痛的是我心里 被柳如烟戳出来的伤 我万万没想到 我精心呵护长大的女孩 竟然选择了别人 在我五岁那年的夏天 柳如烟一家搬了过来 成为我家的邻居 下次就捕获了我妈 毕竟她一直都想要个女儿 之后我妈就一直邀请柳如烟来我家玩 一来二去 我和柳如烟也熟悉了起来 当我和她表达了善意之后 她就一直喜欢黏着我 当我的小跟皮虫 惹得我妈还提议 让我们两个结娃娃亲 虽然只是玩笑话 但双方父母对我们两人在一起 一直都是乐见其成的 和同龄爱闹腾的男孩相比 我是那种性子比较安静沉稳 无需家长多费心管教的小孩 也不会无聊地去欺负女孩子 所以从小到大 都是我照顾柳如烟比较多 她肠胃较弱 我总是盯着她按时吃饭 不让她多吃零食 她性子活泼 写作业总是没耐心 我就只能盯着她 哄着她 安下心来学习 她虽然不喜欢我管那么多 偶尔还会和我闹脾气 但她到底还是听我的话 最后哄哄她就高兴了 见过我们之间相处的父母 都笑话说我把柳如烟当女儿养了 比她爸妈养得还细心 当然我们之间 也不全是我一味的付出 与性子目愣的我不同 柳如烟十分浪漫 富有情趣 她会记住我的喜好 贴心地为我准备各种礼物与惊喜 这么多年来 我们俩相处的时间 比和亲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都要长 我们熟知彼此的一切习惯与爱好 亲密无间 我们共同进步 成就更好的彼此 不断向着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前进 我完全无法想象 我未来的妻子除了柳如烟之外 还会有谁 我早就想好等高考结束后 就向她告白 只是我认为 就差捅破一层纸之后 就会顺理成章在一起的人 如今却可能变了心思 投向别人的怀抱 徐达想送我去医务室 但被我拒绝了 马上就要上课了 你回教室去吧 我一个能行 你确定没问题 徐达一脸不放心 你别把我想得那么脆弱 徐达轻敲了我的肩两下 给予我无言的支持 带我独自来到医务室 刚伸手想敲门 谁知蓄眼的门被我一碰就开了 透过敞开的缝隙 我看见柳如烟和黄启星 正抱在一起接吻 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死了 我很想冲进去 问我到底是有什么地方 比不上黄启星 为什么柳如烟就能如此轻易 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如此失态 我抬手捏住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鲜血一下子就渗出 滴落到地上 疼痛不断刺激着我的神经 我目着脸转身离开 和老师告假提前回去了 晚上我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 我拿着笔的手微微一顿 随后才开口道 进来看见 推开门走进来的人是我妈 而不是柳如烟后 我心里也说不上是庆幸还是失望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维持着平静问道 我来看看你 我妈走到我身边 拉起了我已经包扎好的手臂 阿姨说你手受伤了 下午就回来了 是在学校里出什么事了吗 我爸妈虽然工作十分忙 但为人开明 对我也很关心 总会尽可能地抽出时间 来关心我的情况 打篮球的时候 不小心和别人撞到了 没什么大碍我抽回手 冲他笑笑 并不想让他担心 但显然我的这点伎俩 没能护门过他 他拉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 打算与我粗膝长谈一番 小伯 你最近不太对劲啊 是和如烟吵架了吗 我垂目 也不知该如何对我妈说 她从小看好的媳妇 被别人拐跑了 我妈看着我这沉默的模样 忍不住叹了口气 你从小就乖 从来不让我们父母费心 但我想说的是 你其实可以依靠我们的 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 你这样会让我心疼的 我妈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对上我妈担忧的目光 原本被我压在心底里的委屈 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在我妈面前 我其实不必伪装地坚强 妈 如烟 喜欢上别人了 我妈露出惊讶之色 怎么会 我儿子这么出色 你们俩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她怎么会喜欢上别人 可能是有缘无分吧 对方是个转学生 他们才认识了两个多星期 我到底是哪里比不上她 柳如烟的一情别恋 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 让我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中 从小我就是别人家的小孩 做什么都是最优秀的 但如今 与我最相知相识的女孩 却用行动告诉我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她情愿与一个处处都比不上 我的小混混在一起 都不选择我 我妈看出我在钻牛角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 没有道理可言 儿子 你并不比任何人差 只是你还没遇到对的那个人罢了 妈 我没能和如烟在一起 你会失望吗 怎么会 我虽然喜欢如烟 但对我来说 儿子你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打起精神来 我儿子这么棒 以后总会遇上更优秀 更懂你的女孩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准备高考 等上了大学 工作之后 你再回首看这件事 就会发现 这其实只是你人生之中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 若你实在想不通 要不要妈妈月如烟过来 和你说说清楚 我妈知道我是个做事 喜欢有事有中的人 语气在这里胡思乱想 还不如问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够好 让自己彻底死心 到底是一直对自己 十分好的阿姨 我妈出马后 她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有些对不起我 来见我时 态度没有再像当时 在操场那么尖锐 在往日我们两人 最熟悉的房间里 气氛却在不负从前的轻松 我们一人坐在椅子上 一人坐在床上 沉默一对 最后柳如烟打破了这个僵局 那个明伯哥哥 听阿姨说你找我 我默默注视着这个 和我青梅竹马长大的女孩 眼中流露出一丝痛色 你和黄启星在一起了 对柳如烟回答的 没有丝毫犹豫 她抬头只是我的目光 我喜欢她 我脸色一白 那我呢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 你对我来说 一直都是体贴的哥哥 哥哥 我苦笑 我以为我们两人 一直是心意相通的柳如烟摇了摇头 明伯哥哥 和你在一起 日子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 你一点激情都没有 每天都过得循规蹈矩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而且你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总是在不断鞭策我前行 你和我爸妈一样 只想要一个 事实符合你们心意的完美人偶 可你们从来没问过 这是不是我想要的日子 和起行在一起则不一样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 青春是怎么样的 还做了许多 以前不曾尝试的事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十分快乐 听了柳如烟的话 我忍不住皱眉 反驳 如烟 虽然我们对你要求高 但我们从来没强迫过你 一定要做什么事吧 每次都是问过你医院的 对 你们是没有明知强迫我 但我们说不吗 就像最近 你为了让我进入一班 天天拉着我学习补课 我若是说我不想再学了 你不就会露出失望的表情吗 我没想到 我好心好意拉着他 想共同进步 追寻更好的生活 对他来说 却是一种折磨 我突然就释怀了 并不是我不够好 而是我不适合他 我想要一个 能携手共进的恋人 而他却只想摆烂 这就是所谓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原来一直以来 我们两人的理念 就完全不同 那在一起确实是痛苦 只是虽无法成为恋人 但作为一起长大的友人 我还是忍不住 初言提醒了他一句 你已经高三了 不能只顾着眼前的快乐 还是要为以后做打算 柳如烟的脸 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明博哥哥 你不觉得你做人太无趣了吗 见他完全不领情 我心也凉了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度自觉人 既然他不撞墙头心不死 我也懒得再多说了 只希望他以后 不会后悔自己现在的决定吧 把话说开后 我重新振作起来 正如我妈所言 现在可不是陷入儿女情长的时候 高考在即 最重要的是要考出好成绩 进入理想的大学 这对我来说 才是没有被浪费的青春 见我这么快 就走出失恋的状态 徐达大呼不可思议 小青梅被抢走了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生气又如何 去将他抢回来吗 你都不想想 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现在是想这种事的时候吗 徐达冲我竖起大拇指 难怪你是学神了 不过你这样 会不会孤独中老 我拿出我的笔记 在他面前晃了晃 看来你是不想要了 别别别 是我多嘴了 学神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我计较 拿人手短的徐达 赶忙向我讨饶 我哼笑一声 将笔记丢给他 你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倒是很诚实啊 还是知道要好好学习的嘛 即使学渣徐达 都知道高三最后一年 是决定命运的时刻 脑子清楚的人 哪个不是闹足了紧拼命学习 就怕因为自己现在的懈怠 导致高考少考了一分 只有恋爱脑上头的柳如烟 完全被黄启星所蛊惑 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 开始享受所谓的青春 虽然之后 我也没再关注柳如烟和黄启星的事 但架不住徐达这人太八卦 打听到消息后 硬是要凑过来和我八八 不认真听课 成绩落后都已经是小事了 最可笑的是 他竟然拿钱出来 养黄启星的小兄弟 我当时听徐达说起这事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脑子 都有些不够用了 他为什么要拿钱给他们 徐达也是一言难尽之色 云伯 你和柳家 以前是不是把柳如烟 养得太天真 不知人间疾苦了 还不是黄启星 说他小兄弟家境可怜 母亲生病了 妹妹又因为学费不够 要被退学了 他就傻乎乎的拿钱出来了 为什么不是黄启星自己拿钱 黄启星的家境也不好啊 他拿来的钱 不过他倒是和柳如烟说 这钱是他向他借的 说到这儿 徐达嗜笑一声 至于什么时候还吗 谁知道呢 我后来打听过了 黄启星这人特别讲义气 和他混的兄弟只要有困难 他一定全力以赴帮忙 不只出钱还出力 我做不到这点 也无法评价这是好还是坏 只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 只能尊重并祝福了 但显然柳父和柳母受不了 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宝贝闺女 为了一个男人这么失职 复习到深夜 我下楼倒水时 就看见爸妈刚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脸筋疲力尽的模样 你们去哪了 我祈祷 晚上我们一家三口 还一起吃了晚饭呢 我原本还以为 他们已经回房休息了 别提了 我妈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冲我白手 儿子 给我倒杯水来 给我爸妈个到了一杯水 放他们面前后 我也顺势坐下 静待后闻 如烟和别人谈恋爱的事 被柳家两口子知道了 他们非把我们拉过去评判 原本还想叫你 联邦被我拒绝了 说完前情提要后 我妈就按捺不住吐槽的心 一个劲地叨叨起来 你是不知道啊 如烟这孩子真是恋爱脑上头 不知把零花钱全给了那男孩 还把自己贵重的首饰都给卖了 他爸妈叫他分手 他硬是不肯 和两人爵 吵得天翻地覆 他竟然说他爸妈把他当人偶 只想操控他的人生 逼着他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完全不关心他 听见这熟悉的一套说辞 我原本的不甘就全消失了 柳父柳母虽然从小对柳如烟严苛 但该给他的关爱是一点也不少的 却不料他竟说出这么白眼狼的话 我突然觉得柳如烟 现在就一亲别恋了也挺好的 不然等我争取了他 以后可有的后悔呢 他妈差点被气晕过去 我们走的时候 他被他爸关在房间里了 他爸说他不认错 不分手就不放他出来 我妈拍了拍胸口 一脸心有余悸的模样 哎 以前也没发现这孩子这么糊涂啊 我一直沉默寡言坐在一旁的爸 最后总结了一句 还好他喜欢上了别人 没再继续霍霍我儿子在我的印象中 柳如烟一直都是比较娇弱的 所以我以为他被关起来之后就会醒悟 但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柳如烟 为了和黄启星在一起 竟如此强硬 在被关了两天之后 他为了逃走 竟然从二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跟着黄启星私奔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差点以为我耳朵出问题了 生活又不是写小说 怎么会有这么狗血的事啊 如果这就是柳如烟所向往的青春 那确实是我给不起的 将他们两人的事当故事听过一耳后 我就抛着脑后 如今我是彻底将柳如烟放下了 毕竟比起恋爱 还是学习更香啊 正好学校有三个市里的化学竞赛名额 获得第一名的人高考能加分 老师分了一个名额给我 为了不辜负学校的期望 我那一个月是闹足了劲 将所有精力都铺在了上面 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和所有人都没有交际的情况 选择同校的人确实是最保险的做法 但可惜 我学校的另外两个参赛者 都没能通过比试 不过即使有同校的人在 我也不一定会选 毕竟我的目标是要获得第一名 那自然是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了 环视了教室一圈 很快我就找到了我的目标 此次竞赛比试第二名的女生顾静怡 顾静怡是个标准的美女学霸 长相十分知性大气 坐在人群里是第一眼就能被发现的存在 她显然也在寻找合作的对方 我望过去时 她也正好看得过来 我们两人的目光直直对上 直一眼 我就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和我一样的野心 那一刻 我就清楚的知道 这就是我这次竞赛的最佳搭档了 不过还没等我过去邀请她 就有人节足先登了 只是双方交谈了两句 我就看见顾静怡摇了摇头 然后起身朝我走来 要组队吗 顾静怡对我伸出手 脸上是坦然又从容的小 显然她也十分自信自己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我毫不犹豫的就会握住她的手 而正如我所料的那样 顾静怡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搭档 和她组队一起做实验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俩就像是左手握住右手一样 非常契合 有时候都不必多言 只需一个眼神 就能理解彼此的想法 并迅速做出调整配合 最后我们打败了剩下的十四组人 勇夺了这次化学竞赛的第一名 得到了珍贵的高考加分 当我和顾静怡一同站到领奖台的最高处时 我难掩心中的激动 伸手拥抱住了她 当感受到女孩子柔软的身体时 我被胜利冲昏的头脑才突然反应过来 这个举动太冒昧了 不过还未等我放开顾静怡 她就抬手回抱住了我 除了柳如烟之外 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女生这么亲密 当闻到少女身上淡淡的香味时 我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了 从领奖台下来后 我也不知该如何向顾静怡解释 刚才突然抱住她的举动 正心里忐忑着 倒是顾静怡落落大方的对我表达了感谢 这次多亏有你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 我们才能获胜 也是你配合的好 我们是相辅相成 我这么说倒也不是谦虚客气 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毕竟好的搭档能让事半功倍 而坏的搭档就只会拖后腿了 听了我的话后 顾静怡脸上绽放出一抹欣喜的笑容 让她原本就出色的容貌变得更加多目 那方便加个微信吗 之后在学习上有遇到问题 我们也能互相讨论一下顾静怡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当然没问题 我欣然答应 我们两人交换完联系方式后 顾静怡就被其他女生叫走了 我鬼使神拆地点开了顾静怡的朋友圈 和这几日相处时 她所展现出来的冷静聪慧的一面不同 朋友圈中的顾静怡完全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喜欢吃甜食 但又会苦恼发胖 和朋友一起逃到一个喜欢的小视频 就会发朋友圈炫耀 看着朋友圈中的点点滴滴 我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笑 竞赛结束后 获得第一名的我先是在周一的大会上发表获奖感言 鼓励其他人加油 又被老师抓去分享竞赛的题目 忙得我是团团转 当我在走廊迎面碰到柳如烟时 我还愣了一下 几个月前和她的爱恨纠葛 仿佛就像是上辈子的事一样 她看见我后 微微愣了一下 随后朝我迎面走来 我注意到她的脚似乎有些薄了 林伯哥哥 恭喜你获得竞赛第一名啊 面对她的道喜 我也只能干巴巴地回一句谢谢 然后我们两人就陷入了相骨无语的状态 曾经我们两待在一起时 她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虽不多言 但总是宠溺地听着她分享各种生活中的趋势 谁能想到有一天 我们两人竟聊不出一句话来呢 你还忘不了你的老亲人啊 黄启星一把将柳如烟扯到自己身边 我注意到因为她太大力 柳如烟险些摔倒 我下意识伸手喊道 小心 见我抓住柳如烟的手 黄启星一下子大怒 好啊 我就知道你们就情未了 没有 启星你别误会 柳如烟飞快地甩开我的手 我只是把她当哥哥看待 你若不喜欢 我以后就不再和她说话了 你舍得 黄启星斜眼看她 当然 你知道的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柳如烟这没有志气 又卑微的模样 看得我直皱眉 她好歹也是被我交扬长大的 如今却变成这样 不过她的回答让黄启星十分满意 她示威地看了我一眼 笑话道 没想到大学霸也有得不到的人呀 如烟是个人 不是你示威的工具 你既然选择和她在一起 就应该好好对她 我还是没能忍住 呵斥了她 黄启星冷哼一声 问柳如烟 如烟 你明伯哥哥觉得我对你不好呢 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启星对我可好了 柳如烟立刻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黄启星这边 让我的一番好意为了狗 瞧见她这么不分是非黑白的样子 我觉得再说什么也都是白大 正好徐达找了过来 我直接转身就走 我跟着徐达走远后 她勾搭着我的肩 意味深长地笑道 你对柳如烟还没死心吗 别乱说 我和她已经没关系了 我甩开她搭在我肩膀上的手 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想到刚才的事我就生气 不过柳如烟不是私奔了吗 什么时候又来学校了 还有她脚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自己出去参加了一次比赛后 回学校这天都变了 听到我的问话 徐达眼中明晃晃地写着 还说你没死心 说不说 我眼带威胁地瞪她 说说说 大哥你问什么 我都说徐达举手讨饶 乖乖向我讲述起 我参加竞赛后所发生的事 原来柳如烟跟着黄启星私奔后 柳父和柳母就立刻举报警了 只是柳如烟已年满18岁 加上警察能联系到她 所以无法做失踪处理 也没法强行带她回去 她和黄启星在一起 她就不回去 柳父柳母被气得半死 直言她如果要和黄启星在一起 那他们就当作没这个女儿 结果柳如烟就真的和她父母断绝关系了 这不断绝关系之后 柳如烟也不必再躲躲藏藏 就又回来上课了 至于她的脚 当初逃跑的时候 她不是跳楼了吗 脚就是在那时候伤的 私奔躲藏时没好好治疗 留下后遗症了 听完徐达的话后 我感觉自己还算高智商的脑子 都要无法思考了 自从柳如烟和黄启星在一起后 她做出来的所有举动 让我完全看不懂 以前还蛮正常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一恋爱之后就像疯了一样 你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我一脸猛的样子 引起了徐达的共鸣 我听说这事的时候 也大受震撼 算了 她高兴就好我摇摇头 也不想评判什么 毕竟这是她的人生 她的选择 其中的酸甜苦辣 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只是我没想到柳如烟不止恋爱脑 还蠢 虽然她和黄启星的事 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 但学校考虑到 她们已经高三了 并不准备对她们干嘛 谁知柳如烟自己 因为受不住周围的风言风语 开始频繁逃课 我听说这事的时候 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 如果这就是她想要的青春 那确实是我给不了的 毕竟我只会拉着她 不断向着更好的生活前行 周日我和顾静怡 约好去图书馆学习 她得到了一本不错的复习资料 想和我一起讨论解答里面的题目 我在车站等顾静怡的时候 无意中看见了发传单的柳如烟 原本被她爸妈和我捧在手心里的女孩 如今穿着女仆装 在大太阳底下对着其他人陪笑脸 赚取那微薄的薪资 说实话 看见这一幕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已经转得晕头转向的柳如烟 丝毫没发现自己走到了我面前 直到她对我递出手中的传单 时光密室开业大酬兵 欢迎 柳如烟一脸麻木地说出广告词 当她抬头发现 站在她面前的人竟是我时 她一下子就僵住了 这就是你不惜和爸妈断绝关系 也要追求的生活吗 我看着她叹气 柳如烟抿了名已经干得起皮的唇 如今在她眼中再也没有当初 谈起自己想要的青春时那夺目的光芒 只是她显然也不想被我看笑话 依旧倔强地回到 至少我的心是自由的 你都已经高三了 不去学校上课 反而跑来打工 你到底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真不愿看她继续这么堕落下去 我 你干什么 怎么又来缠着如烟 我和柳如烟的谈话被突然出现的黄启星打断 她抬手就想打我 我虽反应了过来 但还没来得急动 就被人一把抓住手臂 拉着朝后退了两步 闲闲避开黄启星回来的拳头 你干什么 怎么打人 不知何时出现的顾静怡松开抓住我手臂的手 朝前垮了一步 对着黄启星大骂 看着比我矮的小半个头的顾静怡挡在我身前 维护我的样子 我的心里一满 而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躲在一旁的柳如烟 她既没有出手阻止 甚至都没有出言解释的意思 明明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 可她却能看着我被黄启星误会 被打 这一刻 我对她的失望之情达到了顶峰 我真是没想到她是一个这么自私自利 没有任何担当的女孩 我当然不可能看着顾静怡这么一个小姑娘为我出头 我抬手拍了拍她的肩 将她拉到了自己身后护着 然后直面黄启星 你是条疯狗吗 不分青红皂白就乱咬人 什么 你竟敢骂我 黄启星大闹 既然不想让你女朋友被人看 那你就把她关家里啊 省得随便一个人和她说话 就要被你扣上骚扰她的名头 哼 别人和你可不同 毕竟你一直暗恋我女朋友 谁知道你会干出些什么事来 似乎是因为柳如烟选择了她 而放弃我让黄启星的自尊得到了满足 她轻秒地扫了我一眼 不会吧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有妄想症啊 我上下扫失了黄启星和柳如烟一番 脸上霸着不屑之色 不过也对 破盖配破锅 你们这样才相配明伯哥哥 柳如烟完全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她 顿时泪眼汪汪地看向我 但我的情绪已经不会再被她所牵动了 你 我直接打断黄启星 正色道 我就说最后一次 柳如烟只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罢了 我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 但如今她为了你做出和父母断绝关系的举动后 我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更不存在什么我暗恋她的事 你不要把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 下次再让我听到这种话 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明伯哥哥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而我则回忆了墨之色 两个穿着寒酸的打工人 和穿着名牌的我形成鲜明对比 不明所以的路人在听完我们的话后 自然是偏信我这边的 很快大家就对他们两人直指点点起来 柳如烟受不了这委屈 哭哭啼啼地跑了 黄启星恨恨地瞪我 我说错什么吗 有的话 你大可以继续反驳我我有恃无恐 本来这次的事就是黄启星在无事生非 还有 你不去追你亲爱的女朋友吗 不怕他被其他人纠缠了 你给我等着 黄启星不甘地放下一句狠话后 就追着柳如烟而去 看着两人狼狈逃走的背影 当初操场二男争一女时 我被抛弃 毒留下的那份屈辱终于被洗清了 瞧见我脸上的湿然之色 顾静一打句我道 你真的对那女孩子没什么想法 我心里一紧张 并不想他误会 就赶忙解释道 我和他青梅竹马长大 小时候家里人确实是打去过 让我们两人凑一对 不过上学期那男生转校过来 他才猛然醒悟自己对他才是真爱 就去追求真爱了 所以你心里确实有他 察觉到顾静一的语气有些不太对 我突然警觉 连连摇头 当然不是 我只是把他当做小妹妹看待 而且我们从没在一起过 你可别误会 我误会什么呀 你别乱说 瞧见他脸上泛起微红 我忍笑道 是是是 是我说错了 刚才多谢你啊 挺身而出乎着我 我只是路见不平罢了 换成其他人 我也会出手相助的顾静一 越写傲娇地回道 你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女孩 我诚心夸奖他 听了我的话 估计你害羞了 他有些不自在地转移了话题 好了 快走吧 不然待会儿可抢不到图书馆的位置了 我这边已经彻底放下了柳如烟 可他却好像后悔了 竟频繁出现在我周围 他见到我也不说话 就是露出委屈的模样看着我 搞得仿佛我才是害他落魄之人 我虽一心沉迷学习 但总有个人阴魂不散的 在周围晃也实在很烦 自从上次决定彻底放下他之后 我就不想再和他产生什么交集了 感觉聊多了会拉低我的智商 于是我也没去问他为什么过来找我 就直接去找了老师 说明柳如烟的情况影响了我学习 我作为学校重点培养考清北的苗子 我提出的问题立刻就引起老师的重视 当天下午 教导处主任就去找柳如烟谈话 和他说明了 若他再来打扰我学习 被我投诉第二次 那学校就会开除他 本来他和刘启兴的事 就在学生中造成了不好的舆论影响 也是学校老师心软 想着没几个月就要高考了 才没有劝对他们 但他们若是影响了其他同学 那学校就不客气了 最后柳如烟唯唯唯唯唯地表示 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没了柳如烟的骚扰 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到学习上面 两耳不闻窗外事 除了和顾静怡发消息讨论如何解题外 再没关心过任何事 这种近乎走火入魔的学习状态 一直维持到我高考结束 直到走出考场 我人还有些恍惚 感觉没能完全从那紧张的情绪中抽离 看见我出来后 我爸妈立刻就围了上来 一个给我递水 一个拿扇子给我扇风 儿子 你感觉怎么样 我爸小心翼翼地询问 感觉还挺好的 我从我爸妈笑了笑 应该能考上我想要考的学校听见这话 我爸妈眼睛一亮 但想到出成绩还要一段时间 他们就没声张 低调行事 跟着我爸妈上车后 我发现柳家父母也在 只是和大大方方等待着儿女归来的家长们不同 他们两人躲在一个角落中 若不是我对他们熟悉 差点都没认出来 柳叔叔柳阿姨也来了 我妈侧头望向窗外 也看到了憔悴的两口子 忍不住叹气 哎 你说这是闹的 我虽不同情柳如烟 但我还是挺心疼柳家父母的 摊上这么个恋爱脑女儿 也不知以后该如何了 高考结束后 我先痛痛快快地睡了两天 随后就和好友一起出去旅游 我们一路向南完了十几天 享受各地的美食与美景 一直到快到公布成绩前 我们才回去 我到家休息了没两天 校长和副校长就跑来我们家了 我妈来敲门叫我的时候 努力想要压制脸上的笑容 却怎么也压不住 她最后也不憋了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 笑着夸奖道 儿子真给妈争气 看见我下楼 校长和副校长立刻热气地站了起来 蒋同学你可真给我们学校争光 见我还一脸不解 我爸就在旁解释 刚校长说了 你是我们省的立刻状元 虽然成绩还没公布 但试卷都已经批改好了 各大名校的校长 总是有自己的途径 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即使我有预感这次考得不错 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是状元 我一下子就感觉自己辛苦了多年 付出的所有汗水都是值得的 校长又接着说 我们这次来 一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二则是想要邀请你回学校做一次演讲 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激励一下学弟学妹们 当然 我们也不会让你白出力的 我们学校会拨一笔五万的奖学金给你 你自鼓励 蒋同学你看行不行 当然你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不过还没等我回话 我的手机就响了 看见陌生的号码 我原本想先按掉 谁知校长却连忙阻止我 你先接你先接 在他英气的目光注视下 我满脸疑惑地按下了通话键 电话接通后 一道温雅的男生传入耳中 喂 你好 请问是蒋明博同学吗 我是清华大学招生班的老师 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意愿报考我们清华大学 听见清华大学招生班这几个字后 我连忙打开了工房 我爸妈激动地抓住彼此的手 校长和副校长也伸长了脖子厅 不过在我和招生班老师交谈的过程中 大家都保持安静 没敢发声 好的好的 我明白老师你这里的条件了 等我爸妈回来后我们商量一下 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多谢老师 等我挂掉电话后 我妈终于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 死命掐我爸的手臂 我爸被掐得嗷嗷直叫 相比之下 还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比较淡定 只是他的笑容变得更加和善可亲起来 蒋同学刚才没答应清华的老师 是因为自己有其他重义的学校吗 对 我更想去北大 我 都很好 都很好 校长哈哈笑了两声后 又追问 那我刚才说的提议 蒋同学你觉得如何 可以啊 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这三年多亏了学校老师的悉心教导 能回报学校我也十分高兴听了我的话 校长更高兴了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夸奖道 蒋同学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那我不打扰你们庆祝这个好消息了 我先回学校去安排一下 等时间确认好之后 我再通知你 校长和副校长 一关门上 我妈就开始扳着手指盘算 等你成绩出来后 我要立刻大摆宴席 让我想想要请些什么人来 都可以都可以 摆上个二十三十桌 我爸也一改往日的沉稳 高兴得不得了 看着他们两人恶呵呵的样子 我的脸上也不自觉的浮现出一次笑容 清华老师打电话来之后没两天 北大的招生班老师竟然亲自赶来我家 邀请我报考他们学校 感受到老师十足的诚意后 我也没再犹豫 等双方协商好了入校后 可提供的各项优惠条件后 我就填报了北大 当高考成绩公布 我成为省理科状元 以及被清华北大争抢的消息传出后 我周围所有人都热情的来恭喜我 那段时间我耳边听到的 全是花团景促的夸奖与赞美 人差点都差点飘了 但学校安排好 请我回去做优秀学生分享会时 我差点没敢踏进学校 一到校门口 就看见恭喜我校优秀学生蒋明博 成为省理科状元的巨大横幅挂掌 再走进去几步 就看见公告栏上贴着这次高考学校 最优秀的20个考生的照片 我的照片又当然不让得悬挂在最上面 又特别大 傲视群雄 学弟学妹一看见我本人 就立刻为了上来 叽叽喳喳地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 好不容易我被老师们 护着摆脱人群来到礼堂 里面已经做了乌鸦鸦的一群人 走上讲台 当我看着底下那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 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 这才是我想要的青春 一路繁花 通往美好的未来 而不是只享受眼前短暂的欢愉 我清了清嗓子 开始和学弟学妹们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时间飞逝 一小时的分享会很快就要结束 就在我思考要如何做总结时 我的目光无意中 瞥见站在大门口的柳如烟 灵感一下子就在我脑海中站线 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的青春是怎么样的 放纵的 快乐的 还是特别的 但我希望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毕竟青春只有一次 不要辜负自己的人生 当热烈的掌声在礼堂中回荡时 我看见柳如烟拖着微薄的腿狼狈离去 晚上大家搞了散伙饭 前半场有老师在一起吃饭时 还挺正常的 等到了后半场就只有同学参与的KTV 大家就开始放飞了 毕竟这次吃过饭之后 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 有的人要出国 有的人要去外地 也不知何时才会再聚首 我被好几个人敬了酒 感觉微醺上头后就连忙躲一旁休息 也幸好还处于学生时期的众人 并没有染上中年男人喜欢灌酒的恶习 轻易就放过了我 做到女生附近休息的时候 我就听见他们正在谈论学校里的八卦 作为高三最出名的一对小情侣 柳如烟和黄启星自然也是他们讨论的八卦之一 然后我就听到柳如烟和黄启星高考才考了200多分 连最差的大专都不够险 那他们准备再复读吗 怎么可能 黄启星家里穷 听说柳如烟也不肯和家里人低头 谁给他们钱 那他们之后想干嘛 去工厂打工吗 谁知道呢 看到他们两人如今的结局 众人都十分唏嘘 你说他们两人谈恋爱 谈得轰轰烈烈的 最后去留下这么一地鸡毛 会不会后悔啊 这就要问柳如烟了吧 你们说柳如烟到底在想什么 父母不要 连蒋明博这么优秀体贴的竹马也不要 就一心一意跟着一个没用的小混混 可能是以前过得太幸福了吧 所以想淘点苦头吃吃 谈起柳如烟这个生生把一手好牌打烂的人 大家都觉得他脑子不太好 哎 你们说看见蒋明博现在这么优秀 柳如烟会不会后悔啊 换成我肯定是后悔了 至于他嘛 猜不准 徐徐终于有女生发现了坐在一旁的我 也幸好KTV中光线不好 大家也看不清彼此脸上的尴尬 他们连忙打着哈哈转移了话题 散伙饭结束后 我打车到小区门口 刚下车 就看见一个人突然冲到了我面前 把我吓了一大跳 一下子就从微醺的状态中吓得清醒过来 待看清来人是谁后 我十分意外 柳如烟 你来这里干嘛 柳如烟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的一通输出 即使你是理科状怨也没用 我不会后悔我做的选择 我和启星一定会幸福的 说完后 他也完全想要我的回应 就转身跑了 徒留我一头雾水的站在原地 不过很快 我就想明白了 他这莫名其妙的举动 看来他是真的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 看见我越来越优秀后 后悔了 只是他不容许自己为了追求爱情 做了那么多牺牲之后 就亲密认输 还在自欺欺人罢了 不过 如今的柳如烟已经牵动不了我的任何情绪了 我完全没有被他所影响 转而投入全新的大学生活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就和顾静怡互通了消息 得知他也被北大金融系录取后 我十分高兴 和他约定在学校碰头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中的更为精彩 在北大 这里聚集了全国所有优秀的同龄人 为了不落后于人 我如同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新的知识 遨游在学士的海洋之中 而顾静怡就成为了我最好的同伴 我们会为了解答一个题目而相互争论 谁也不让谁 但也会在确认对方正确后 为对方庆祝 在这满是天之骄子的学校之中 我们遇上过无数次的低谷 但我们相互鼓励扶持 不断取得进步 不知不觉中 我们两人走得越来越近 只是谁都没好意思捅破那层指 顾静怡可能因为是女孩子 不好意思主动 而我则是有一些顾虑 虽然没有和柳如烟在一起 但不可否认 她还是在我的感情中留下了一些痕迹 虽然觉得顾静怡 是我想要携手一生的人 但我相知相熟十几年的柳如烟 都能变得面目全非 我不确定才认识了一年的顾静怡 在以后会不会改变 但我显然忘记了 像顾静怡这么优秀的女孩 就和一颗钻石一样 并不是只有我才能发现她的珍贵 在我因不确定自己心意 躲避顾静怡的期间 我的室友某天突然闯入寝室 一屁股坐到正在看书的我身边 嚷嚷起来 喂喂 蒋明博 和你和顾静怡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干嘛 原本我心里就烦 语气自然也不太好 我打篮球的时候 听物理系的人说 他们系里的许哲 想要和顾静怡告白 什么 我一听这消息立刻就急了 你说你这么慢吞吞的干嘛 明眼人都知道顾静怡对你也有意 可你就拖着不告白 这下我们金融系的大美女 可别让其他系的大狗给叼走了 我懒得在听室友啰嗦 急急忙忙地跑出了寝室 去找顾静怡 当我来到女生寝室楼下时 就看见有个男生正抱着花 对顾静怡说些什么 我一下子就冲了上去 大喊 顾静怡 我喜欢你 你可千万不要答应她 这一声怒吼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顾静怡朝我看来时 满脸都是惊讶 那男生看见我 立刻表示不满 蒋明波 你怎么回事 自己一直吐吐拉拉不敢告白 我上了 你去来捣乱 我没理会那男生 气喘吁吁地在顾静怡面前站定 满脸忐忑地说道 对不起 顾静怡 是我考虑太多 一直没能下顶决心来和你告白 你到底在考虑些什么 我的犹豫显然让顾静怡也很生气 能和你单独聊吗 既然决定和顾静怡在一起 我就不想欺骗她 决定将一切都砍成相告 顾静怡看了我一眼 最后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 她歉意地和告白的人表示了感谢 但十分明确地拒绝了她 没关系 顾静怡 我会等着你 若你不想和蒋明波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你能再看看我 我没等顾静怡回答 就抢先一步回到 你肯定没这个机会了 死心吧 话落 我就拉着顾静怡走了 一直将顾静怡带到学校的湖边 我才停下脚步 转过头 我就看见她敏唇冲着我笑 我也对着她傻笑起来 不过没一会儿 顾静怡就收敛起笑容 努力板着脸问道 好了 你现在开始坦白交代吧 我如实将之前柳如烟闹出的事 告诉了顾静怡 遇到你之后 我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我可以明确我没有喜欢过柳如烟 但是不可否认 她当初选择一个处处不入我的人时 还是挺伤我自尊心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一直让我迟疑着不敢告白的原因 是我害怕你以后也会改变 毕竟柳如烟已经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人 让我感到害怕 我的坦诚 让顾静怡的脸色稍微好了一些 以后的事谁也无法保证 所以我也无法保证我以后不会改变 若你有这个顾虑的话 我想我们也不必在一起了 所以我现在也想通了 以后的事谁能说得准呢 但我知道我喜欢你 若是错过了你 我会后悔终生 所以即使我们之后变了 这个后果我也愿意承受顾静怡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顾静怡看着我 突然展颜一笑 我顾静怡做什么事都能承担得住后果 所以我愿意试一试 我握紧从刚才起 就一直没放开的顾静怡的手 笑着晃了晃道 多谢你给我一次机会 女朋友 不过丑话先说在前头 虽然我现在是相信你和你的青梅没什么 但若是以后让我发现你心里有她的话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我保证我说的全是真的 我举起另一只手发誓 那好吧 以后可请多多关照吧 男朋友我们两人相识一笑 自从和顾静怡在一起后 我们两人虽没有大肆宣扬 但日常中透露出来的甜蜜 却瞒不了任何人 没多久 我们两人就上了校内最让人羡慕的情侣排行榜 大家都说我们虽看起来平平淡淡的 那相处时总能从各种细节方面 让别人塞饱狗粮 而且强强联手的组合让人十分羡慕向往 我和顾静怡在一起后第二年 我爸妈就知道了我谈恋爱的事 只是当时趴下到顾静怡 没敢让我立刻将人带回家 只是看到顾静怡的照片 听我说起她的优秀时 两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连连夸奖我眼光好 到了大四那年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 顾静怡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干 毕竟她有她自己的职业规划 只是闲暇时 她总会过来帮忙 创业的日子十分辛苦 但有顾静怡的支持 我还是努力坚持了下来 同时我也感受到 有一个能相互扶持的优秀伴侣 是多么重要 大学毕业后 我爸妈就迫不及待地 催促我带顾静怡回来 我们感情稳定 上门吃个饭也不算什么事 所以顾静怡也就大方地同意了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原本只是简单地回家吃顿饭 却会因为碰上柳如烟而变得波澜曲折 我带着顾静怡回家时 正好在小区里碰上了柳家父母 而让我奇怪的是 柳父正推着一个婴儿车 我虽然好奇这婴儿是怎么回事 打了声招呼后 就赶忙带着顾静怡离开 也不知是顾静怡聪慧 还是女人对感情方面的事就是敏感 她确定远离柳家父母的视线后 就伸手掐了一下我的腰 斜着也撇我 刚才的叔叔阿姨 就是你小青梅的父母吧 我自然不敢扯谎 连连点头 不过我好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没想到他们一下子变得这么老 想到刚才看到两并斑驳的老人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顾静怡显然也觉得他们俩可怜 没再多说什么 顾静怡打转 让我哭笑不得 直到等大家坐下来吃饭时 我才随口问了一句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见柳叔叔柳阿姨带着一个婴儿 是谁家的 我爸妈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他们立刻谨慎地看向顾静怡 然后用眼神质问我 怎么什么话都乱问 我满脸无奈地回道 我所有事静怡都知道 你们就直说吧听见我这话 我妈立刻就松了口气 夸奖了我一句 不错 这点像你爸 什么事都不瞒老婆听见老婆二字 顾静怡有些不好意思的 轻唤了我妈一声 阿姨 哎呀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阿姨看见你就觉得欢喜 恨不得我家臭小子 能立刻娶了你 不过你不要有压力 一切按你自己的想法来 你什么时候想嫁 我们这边就等着娶啊 难得瞧见顾静怡脸上 那娇羞的模样 我在一旁脱笑 毕竟开始工作后 顾静怡就越来越有大女主气场了 打去完我们两人之后 我妈才说连起脸上的笑意 叹了口气道 那是柳如烟的孩子 高考结束后 她和那男孩就跑去外地 打算重新开始 但后来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去年春节的时候 柳如烟就抱着一个孩子 独自回来了 刚好你去年没回来 所以一直不知道这事 那柳叔叔和柳阿姨 就原谅他了 不原谅能怎么办呢 他回来就跪在家门口哭 我听了一耳朵 好像是那男孩犯了什么事坐牢了 他如今带着一个孩子 快活不下去了 到底是自己的骨肉 你柳叔叔柳阿姨 最后还是让他进家门了 听到柳如烟的下场 所有人都露出唏嘘之色 好了好了 今天是你第一次 带女朋友上门 就不要谈这种事了 我爸打破了桌上僵硬的气氛 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 才最重要 对对 你爸说的对 我们啊 就盼着你们俩好 面对爸妈的殷切期望 我和顾静怡相识一笑 吃过晚饭后 我们两人就被我爸妈 赶出去散步 过过今天的二人世界 不过 我们刚走出家门口没两步 我就一眼瞧见了 守在门口的柳如烟 当年那如娇花一般 青春美丽的少女 如今已显得憔悴不堪 她明明和顾静怡是同龄人 但如今瞧着都快 比顾静怡大十岁了 明博哥哥 柳如烟拦下我 泪眼汪汪的看着我 听她这么一叫 我立刻警觉起来 将顾静怡抓得更紧了 你干嘛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柳如烟看见 和我手牵手 站在一起的顾静怡 眼中的哀怨变得更深 明博哥哥 我后悔了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你能原谅我吗 别别别 不管你后不后悔 都与我无关 我们之间也谈不上 原谅不原谅 反正就是陌生人明博哥哥 你就这么舍弃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 当年你可是说 要我娶我的 请你搞清楚 当初是你先舍弃 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如今有女朋友 请你不要来破坏 我们的关系 柳如烟横横的瞪个顾静怡一眼 我赶忙将人挡在自己身后 谁知顾静怡一把推开我 走上前与柳如烟直面 这个世界可没有后悔要吃 没有谁会永远留在原地等你 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就该承担后果 听着 讲明博喜欢的人是我 以后要和他结婚的人也是我 请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看着自己顾静怡霸气的女朋友 眼中的笑意是怎么也掩不住了 但顾静怡的话 却刺激了柳如烟 他疯狂大吼道 不 你胡说 我不相信 我和明博哥哥认识十几年 你们才认识多久 说着 他冲上来就要推开顾静怡 伸手抓我 我自然不能看着我女朋友受伤 立刻反手将她推开 柳如烟没有站稳 一下子就摔倒在地 柳如烟 我可没有当街盘侠的爱好 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哪一点能被我看上 不要自取其辱了 懒得再和柳如烟这种脑子 不清楚的人多话 我骂完后 就直接护着顾静怡离开 身后的空气中 传来了柳如烟悔恨的哭泣声 走了一段路后 我发现顾静怡在偷瞄我 我低头看她 不解的问 怎么了 看见小青梅这么惨的样子 露出哭笑不得之色 静怡 我早就说过 我对她没感情了 所以她惨不惨 我都不在意 真的 感受到顾静怡心里的不安 我举起她的手 亲吻了一下 真的真的 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白月光 念念不忘的小青梅 我心里就只能放下你一个人 再没有空隙 装其他人对上我认真的眼神 过了半场 顾静怡终于安下心来 敏唇笑了起来 油嘴滑舌 只对你这样 你刚才霸气护腹的样子 真是太帅了 我的眼睛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 你不会觉得我太凶了吗 当然不会 我爱死了 月光之下 我和心爱之人手牵着手 脉步走向更好的生活 全文完